医院门口常常人融绕了一大圈 竟然都是为了要做PCR检测 仔细看还有不少人坐轮椅来 原来这些人很多是要陪病的 甚至是将住院的患者配合防疫规定 但周末这一排就是两个小时 从医院门口到大马路至少400公尺 重点是不就等于变相群聚吗 绕了好几圈以后 又红龙拉线那样的排了好几圈 都是面临即将要入住门诊手术 或者住院手术的病患 他们的身体 这个着塞之下怎么能够受得了 其实要就医也不是不能自行到其他医院筛检 但自费一般民众三千五起跳 在这边有补助是一千块 对民众来说看诊也比较方便 问题是领口常庚通知的检测时间 只分上午下午等于人都挤在一起 载到医院人少了很多 院方坦言确实有排队状况 所以赶紧增设户外服务柜台 主要是因为降级后不少病患复归 还有学生实习重新开始 才会人比较多 也确实类似案例不少 三种PCR检测走到 才被民众投诉排队的人好多 未来恐怕不少医院这景象会再出现 因为指挥中心放宽探病 只要持快筛或PCR证明 包含家户等五类病房 每天开放一时段可两人 医院的时候 社交距离一定要把它维持好 我们可以再请医院多注意一下 一面放宽但检测要把关 医院忙翻看病的探病的也很苦 TVBS用话笑评理做横桃源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